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很多人上了年纪就会出现各种身体疼痛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腰腿疼痛 腰腿疼一方面和咱们过去受过的外伤有关系 另一方面呢,就和身体虚寒、肾虚、着凉有关系 归根结底就是气血不通导致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敲打浮吐穴充足气血缓解腰痛的方法 那怎么敲打浮吐穴呢? 非常简单,我们坐在板凳上,用双拳敲打即可 接下来咱们先来定位一下浮吐穴的位置 定位浮吐穴需要用右手给左腿定位 左手给右腿定位 我们伸出左手 左手掌根的中间点放在右腿膝盖病骨的上缘 按下去 左手中指指尖对应的这个位置就是浮吐穴了 双手握拳敲打浮吐穴 用小指这一侧的掌面 因为在这一侧的掌面上 还有一个人体缓解颈尖腰腿痛非常有效的穴位 后膝穴 用后膝穴敲打浮吐穴 一举两得 我们连续敲打浮吐穴三十六下为一组 每天做三组 浮吐穴位于足阳名胃经上 胃经多气多血 气血充足 腰部的经络就能够得到乳痒 这种腰腿疼痛 能够很快得到消 这种腰腿疼痛 就能很快得到缓解 那今天这个敲打浮吐穴的方法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记得点赞收藏我 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或者是发私信给我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